作为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 东北少帅张学良的身边 有很多颇具话题度的人物 除了他的三房夫人和十一个情人 还有他的四大保镖 对于张学良的人生轨迹 我们都比较熟悉 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后 他被蒋家父子囚禁了54年之久 90岁高龄才重获自由 他错过的不仅是半个人生 还有整个抗战 人们习惯性把张学良的 自卫最重要的侍卫副官 合称为四大保镖 即潭海 江化南 刘多泉 以及何氏里 那么西安事变之后 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四大保镖 都结局如何呢 1.潭海 1891年至1954年 四大保镖 各个都颇具传奇色彩 但说到四人当中的第一保镖 莫过于跟在少帅身旁 最久的潭海了 潭海跟随少帅的时间是最久 可以说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 率府防卫事务的一把手 非潭海莫属 潭海年长于张学良十岁 出生于辽宁锦州 自小家境就十分贫寒 靠着奶奶的抚养长大 十几岁时 为求谋生 潭海在锦州城内 找了一家鞋铺学习鞋匠的手艺 潭海聪明好学 很快便学成出师 出师以后 他靠着自己的手艺 便在锦州城内当起了鞋匠行当 换口饭吃 还娶上了一个媳妇 婚后的潭海 本以为一生能够这么平庸度过 却不想不久后 他倒是遇上了一个贵人 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潭海婚后不久 鞋铺的生意每况日下 潭海自私脅迫无法养家 便决定另谋出路 他只身一人 来到了奉天城内 投奔同乡张作相 张作相的名头 想必大家都了解 他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 是张学良的辅帅 同时他与潭海的父亲 也曾经结拜为异性兄弟 因为这层关系 对这个远道而来的贤侄 张作相自然是大方地 将他留在了军中 潭海的生活轨迹 自此改变 走上了一条 与此前截然不同的道路 潭海做事认真谨慎 且头脑机灵 学东西学得快 不久后 张作相也对他另眼相看 将其从普通的士兵 升为了军官 1922年 也就是潭海31岁这一年 他被张作相引荐前往 率府上担任副官 张作相对张学良说 有潭海在 你的安全便无忧了 潭海在此 首次结识张学良 也自此成为了其 最为忠肝义胆的护卫之一 潭海是陪在张学良 身边最长的一个副官 长达14年之久 他赤胆忠心 功夫了得 有第一保镖的魅意 1922年 邪将出身的潭海 经由老乡张作相介绍 成为张学良的保镖 深得张学良的器重 1929年1月10日 潭海率部将杨宇婷 和常依怀击毙于老虎厅内 此事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 张学良把如此重要机密的事情 交给潭海去执行 可见对他的信任程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张学良亲自护送蒋校长回南京 潭海决意跟随 但被张学良拒绝 张学良下令潭海留守西安 因为他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不愿连累自己的心腹爱将 西安一别 永生未能再见 后来潭海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拉拢 隐居天井 守着张家的家产 直至终老 1954年 潭海病逝 中年63岁 他唯一的遗物 是一张巨符油画 而油画的背面 贴满了发黄的简报 都是18年来 关于张学良消息的报道 原来至死都在等 等他的少帅回来 二 江化南 1901至1926年 四大保镖中 江化南是唯一死在西安事变之前的 他出生于1901年 与张学良同岁 他牺牲于1926年 年仅25岁 与潭海发迹于市井不同 江化南毕业于保定军校 毕业后经由郭松林 推荐成为张学良保镖 江化南虽然年轻 但形势非常谨慎 1926年的南口军纪案 江化南为张学良挡枪 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江化南死后 张学良以将军规格厚葬了他 并为他赤巨子修建了墓园 以示缅怀 张学良九十高龄时 谈起江化南的救命之恩 仍悲伤不已 若不是江化南以命换命 张学良早在25岁时就死了 之后的东北意志 九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也会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所以江化南被誉为改写历史的张学良保镖 三 刘多全 1899至1985 四大保镖中 刘多全后来做的官最大 带的兵最多 战功也最卓著 刘多全 刘多全与江化南是保定军校的同学 1925年 刘多全经由江化南推荐 当上张学良保镖 江化南牺牲后 他成为张学良最重要的左膀右臂 刘多全秉承忠臣不是二主的原则 在中原大战期间 断然拒绝了蒋校长的拉拢 西安事变中指挥捉蒋行动的正是刘多全 张学良被囚后 刘多全担任了第49军军长 在抗日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 刘多全曾多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军无果 1949年 心有怨恨的刘多全通电起义 从香港返回北京 建国后 历任政务院参使 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等要职 1985年 刘多全在北京病逝 终年86岁 刘多全临终遗言 毕生最大遗憾 是没能再见少帅一面 四 何氏里 1906至1998 四大保镖中 何氏里的人生最传奇 留下的佳话也最多 何氏里是混血儿 出身于香港首富之家 父亲何东是英国籍犹太人 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英国人地位远高于中国人 但何氏里自幼坚称自己是中国人 并以炎黄子孙身份为傲 1930年 海外学城归国的何氏里 通过父亲的关系 成为张学良保镖 西安事变后 何氏里投身前线 成为抗日名将 1949年后 何氏里在台 历任国防部常务次长 行政院顾问等要职 但也因屡次要求释放张学良 而与蒋关系不合 1959年 何氏里以陆军二级上将军衔退役 回到香港经营家族产业 成为香港首富 90年代张学良重获自由 何氏里曾多次远赴美国 看望老长官 忠心可见 1998年 何氏里病逝 中年92岁 是四大保镖中最长寿的一位 留下高达150亿港币的巨额遗产 这个何氏家族很厉害 名流辈出 赌王何洪燊 是何氏里的侄子 功夫明星李小龙 则是何氏里的外甥 潭海归隐 江化南早亡 刘多全和何氏里 都因抗日有功 成为上将 四大保镖 君致死效忠张学良 这就是他们的结局 张学良的保镖中 最为著名的有四个人 那就是潭海 江化南 刘多全和何氏里 他们每个人 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有的甚至为保护张学良 献出了生命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 他们共同品格 那就是中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